女星贵伦美苦恋导演12年却只能参加别人的婚礼,有人不舍透露她结不了婚的辛酸原因。 大家都知道戴笠人与贵伦美这段老少佩,两人苦恋12年频频受阻。 演艺事业也接连受到严重的波及,据周刊报道近日更是在婚礼上看到令人心酸的画面,图翻设字网络。 据周刊记者时机,前几日因凤小月举办结婚典礼邀请众多好友一同庆祝。 没想到贵伦美竟然独自到场祝贺,身旁少了戴笠人陪伴,图翻设字网络。 让许多人不禁认为,独自参加别人的婚礼岂不是很新增吗? 据传两人从前年7月时演艺事业就频频吃滴。 戴笠人因投入社会运动,被观赏台独分子的称号,遭到中国媒体全面封杀,导致许多电影中的戏份全被删光光。 图翻设字网络。 除了在六弄咖啡馆戏份被删光,其他电影宣传时也不见代理人出席。 而贵伦美7月赴北京宣传电影后,自此未公开显身。 两人角逐今年的金马奖也双双扛规。 原本戴笠既要找贵担任女主角的新作品,也因酬不到拍摄新片的资金,让魁伟12年的荧幕合体再度流标。 文美和戴笠既然在2004年因拍摄经过进而相恋。 即使两人差距18岁,但早已受到圈内人的祝福,两人更被视为是狼才女貌的一对。 不过据说贵的家属相当反对这段老少配。 而代理人也深陷台独风波,绕贵的经纪公司暂时要求他们低调行事。 看得出来两人这段时间承受各界不小的压力。 图翻设置网络。 希望带打的台独风波可以快快平息,非常期待再次看到两人合体的新作品哦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明镜